对不起 不小心把你的车关了 沈天 收拾好桌子准备吃饭了 王小美 一定要找到你 总经理 您知道我有什么事吗 你去帮我教一下咱们公司的王小美 王小美她已经不在公司了 她被研发单位看中 去做研究了 沈天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吗 什么讲不重要 我主要是想找一个女孩 她叫王小美 王小美 她是上京获奖者 今年已经去太空了 王小美 一定会找到你 给我生个猴子吧 终于找到你了 这都是为了我吗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 一共是二十万倍张金 别以为你把我车撞成这样 放一张薯条就算是完事了 赔钱